为何夏天是一吃茄子?茄子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,它的维生素P的含量很高,每100克中基盘维生素P750毫克,排含链,钙,甲等微量元素和大碱,葫芦八件,雪苏片,龙葵碱等多种生物碱,尤其是紫色茄子中维生素含量更高,可以抑制消化到肿瘤细胞的增值。 中医认为,茄子是含量性食物,有助于清热解暑,特别适合夏天吃。 但是你知道吗?茄子虽好,但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,茄碱,也称龙葵碱,龙葵碱,茄碱不只存在于茄子中,像马铃薯,把茄荡结合植物中也有一定的茄碱。 更意外的是,茄碱是不溶于水的,无论你是超,煮都不可能完全去除。 那么买茄子,你是不是认为茄子的颜色越深才代表越好? 其实,茄子皮颜色的深浅和茄子中茄碱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。 茄碱在哪里?茄碱主要存在于茄肉,不在茄皮中。 但是,茄皮颜色越深,茄肉中的茄碱含量越高,并茄味熟的茄子,茄碱含量比长熟的茄子要高。 既然茄碱有毒,那要怎么避免吃毒? 还是那句老话,要谈食用,就先谈毒性,要谈毒性,还得先谈剂量。 吃多少才会茄碱中毒,要避免茄碱中毒,唯一的办法是控制摄入量。 一般成年人要使用0.2-0.4克茄碱才会中毒。 以0.2克计算,每克茄茄子中茄碱的平均含量为0,61毫克。 每克绿茄子中茄碱的平均含量为0,19毫克。 这样算至少生吃328克茄茄,或者1052克绿茄子才会中毒。 也就是说,要生吃一个半子茄茄,或者刺个绿茄茄,才会出现茄碱中毒。 因此,日常就餐,经过正常生人活的茄茄,不用担心会茄碱中毒。 茄茄中毒症状,亲者咽喉不发痒,发肺,胃部灼伤,恶心,呕吐,腹痛,半头晕,耳鼻,瞳孔散大等。 重者呼吸困难,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,甚至因神经麻痹而死亡。 其实,茄茄是一种拥有两面性的物质,虽然是用过多次会中毒,但,茄茄有强心,降压,抑制来细胞,抑制为生物的功能,是茄子保健作用的来源之一。 说茄茄有毒,是因为它对人体细胞的吸氧功能有所爱作用,使用细胞得不到氧气。 怎样安心吃茄子? 一,吃成熟新鲜的茄子,成熟茄子中的茄茄含量低于未成熟茄子,清厚老茄子中茄茄含量也较高,对人体有害,不宜多吃。 二,烹调时加醋,切碱虽不溶于水,却能与醋中的心酸一起加热后,水减为铁冰和糖,这样增加安全。 三,不吃老茄子,老茄子里面含有的茄茄更多,不仅容易中毒,而且老茄子口感也不好,怎么看茄子放火呢? 一,看茄子的眼睛,茄子眼睛长在茄子的鳄片与火神连接的地方,那里有一白色绿带带绿色的带状环,才能管它叫茄子的眼睛。 眼睛越大,表示茄子越暖,越小,表示茄子越老。 二,感受茄子的手感呢,茄子手握有粘质感,比较虚,软,发音的茄子是老茄子,茄子外观量则表示新鲜程度高。 表皮皱缩,光色暗淡,说明已经不新鲜了。 提醒,消化不良,容易复兴,疲为虚寒,变藏症状的藏料不宜多吃茄子。 建议,茄子的营养,很多都在皮里,建议不要去皮。 茄子去皮后,不仅会加低保健价值,还会因其中的铁被空气氧化,很容易发黑,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。 除了茄茄,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不能错吃? 苹果,不可吃不味,果盒,苹果的果盒含有情话物,但含量不高,把一个苹果盒全吃了,虽然不会去死,但也绝对对身体不好。 当然,如果你吃太多的苹果盒,前提是要咀嚼病吞下,就有可能有并发症。 樱桃,不可吃不味,果盒,樱桃盒被咀嚼,或咬醉了,就会自动产生清晴酸。 轻毒中毒症状包括头痛,头晕,意识错乱,焦虑心慌和呕吐,大量的清晴酸会导致呼吸困难,高血压,心脏稍动不快以及腎筛节。 柱,蔷薇科的植物的种子里面基本上都会含有情话物,比如桃,鱼,鱼子,心脏都会含有。 鱼类,不可吃不味,黑衣,鱼肚子里有一层黑色膜衣,这层黑膜学名是附膜藏层。 也有叫内膜藏层,它存在于鱼腹底和内脏之间,鱼肚子内的黑膜并不一定是污染严重的标志,但是这层膜主要是由脂肪细胞组成,它的脂肪含量很高,也更容易附及一些脂溶性污染物。 不推荐多吃,小龙虾,不可吃不味,虾头,虾腺,虾头是吸收并处理毒素最多的地方,因此这一击聚病人绝合寄生虫。 虾腺其实就是小龙虾的消化道,也就是龙虾排泄的地方,往往容易聚集中金属,烹饪结硬把虾腺拉出来。 海螺,不可吃不味,海螺脑,在海螺头的部分,一般有两个俗称海螺脑的东西,是两个小球球式的东西。 在海螺肉里面,那个如果吃多了就会头晕而且恶心,腰果,不可吃不味,生腰果,生腰果还有气氛,这也是毒藤里能找得到的同种有毒化学物质。 这种物质能使身体产生与接触毒藤和毒像素同样的反应,涉入大量基本可能致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旗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